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財務公司 財務公司上一年有60個牌照沒有去續 還有一些上市公司都有財務公司的業務 現在都停止 為什麼有這樣的原因 因為兩件事 第一 香港政府通過了 最高的利息由60厘 降到48厘 敲詐性的利息由48的利率去到36 這個即是他們的利潤 沒有了12%的利息差 第一,影響很大 第二就是那個資金成本 以前那個資金成本 可能他問別人融資回來 可能是很低的利息已經是做到 因為放在銀行是很難有利息出現 今時今日你放在銀行又有5利息 一點風險都沒有 那個叫做cost of funding 那個成本又貴了 如果利潤空間又少了的時候 他們是很難去賺到的利潤 你可能會想48%的利潤利息都很高 但是你不要忘記 如果你收取接近48%的利息的時候 你是借錢給一些很容易會走數的客人 即是那些P loan 那些客人是會很容易走數 要預算這條數 你成本又這麼貴 然後利潤空間又這麼少的時候 那麼很多人就選擇離場不做 那麼這個是一個正常的商業決定 那麼跟10年前因為金管局 他們不想銀行做那麼多第二按揭 是由那個上限枯死了一些銀行業務的時候 就逼了很多朋友從事財務公司的業務 去賺取那個利潤 過去那十幾年財務公司是增長得很快 也都賺取很多利潤 因為在那個樓價是不斷地上升 那麼他們那個風險相對來說是低 但是今時今日那個房樓 那麼有很多已經是調整了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那麼很多因為他們是做八成的按揭 那麼其實已經是入獄了 那麼如果做一些商業樓宇的時候 過去疫情的關係 就是有些是跌了四五成 那麼對他們那個影響是非常之大 那麼未來即是今年那個財務公司的業務 我想都不會是好過 今天想說的財務公司業務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